《文化學生》 《文化學生》 我們小時候很常帶小朋友 到世界各地去看 因為我們自己從小 有解受的教育實在是 太甜壓了 我女兒佳佳 她跟我小時候超像 她只要一聽到音樂 就很想跳 就說媽媽 我們來一起來跳舞 這樣子 就是喜歡藝術的小朋友 從小就非常有自己的主見 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對人 對環境都非常的敏感 我跟先生確實也蠻擔心 他沒有辦法適應 台灣這樣的一個教育的環境 八歲的時候移民過去了 我的媽媽帶了我 還有我妹妹兩個人 就去了溫哥華 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我就只有這個時間 那我能嘗試越多越好 所以我現在就是 除了是音樂人的身分以外 還是老師的身分 在我們加拿大格瑞 我們想要做得比 很多開發商的所謂的 售後服務團隊更多 我們的安家團隊 他們會很像是一個 家庭教育規劃 這樣子的角色 讓你盡量來到加拿大的時候 至少有一個靠谱的朋友 我們決定要帶佳佳去加拿大讀書之後 就開始挑學校 然後格瑞的教育規劃師 他叫Mili 他就是蠻幫我們的忙的 因為他會從小孩子的喜好 興趣 生活習慣 比如說他喜歡什麼靜態動態的活動 去深入的了解 因為他們在那邊的 學校的人脈也是蠻廣的 甚至也會給我們很長遠計畫的一個 規劃跟建議 我的老師從來都會說 你一定要拿A plus 他只說 就是try your best and do better 我給我的小朋友就是這個觀念 It's okay 講錯也沒關係 至少你try 你open your mouth you did it 這個學習的過程 就是我從小學習的過程 他有推薦一間我印象深刻 就是很有設計感 然後很有藝術的這個vibe 家家都很想念 但是碰到一個就是很大問題 學區的問題 對 但是Jason馬上就建議我們 就非常貼心說 沒關係 把你們的這個戶口 就寄在我這邊 然後市長說 真的可以嗎 真的覺得很感動 然後也很感謝 我覺得他到加拿大學習之後 他還是完美組 他還是蠻敏感 但是他不會去要求自己 一定要做到100分 漸漸的我覺得他的心就打開了 他不會用很多的東西去限制自己 然後也不會覺得說 我一定要100分才是最棒的 他的最棒的感覺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現在所做的每一步 每一件事情 都是當初那邊的教育給予我的觀念 加拿大的教育給我最大的收穫就是 Don't be afraid Just do it 我對他們的期望就是希望他們可以 找到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東西 想要走的方向 然後認真努力的朝那個方向去前進 現在真的是很慶幸 我們有做這樣的選擇 讓小孩可以有很不一樣的人生 不只是大家開發商這樣的角色 我們更像是你在溫哥華的家人 我們其實想要為新移民做到的就是 他們在溫哥華可以順利的安家 然後開啟新生活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最大的使命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最大的使命 我們最大的使命